马利亚台风禁逼台湾 暴风圈傍晚就会接触陆地 行政院长赖清德10号上午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听取气象局报告台风最新动态 以及相关单位的整备工作 赖清德表示 马利亚台风是今年第一个清洗台湾的台风 一气象局预估其入境 将为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各地带来强风及豪雨 它指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务必通报地方政府及民众提高警觉 加强戒备 地方如果需要协助 中央应该主动联系 提供必要协助 它也要求国防部随时待命 必要时支援各地方政府解决灾情问题 赖清德指出 10号下半天起就会有强风豪雨 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 为11号凌晨1点到清晨6点 它要求地方政府务必把握10号白天做好整备 落实预防性疏散撤离等工作 一气象局的资料 马利亚台风将于今日下半日带来强风豪雨 重点时间是在明天清晨1点到6点 是雨量最多的时候 因此也请地方政府针对抑制灾高风险地区 务必把握今日白天目前尚未真正好以来的情况 来开始做好准备 落实预防性撤离以及加强各项的准备工作 赖清德表示 过去台风主要伤亡多来自民众冒险外出 从事不必要的活动 适逢暑假期间 他呼吁民众在10号夜间到11号清晨 台风影响最剧烈期间 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外出 赖清德表示 台风的考验才刚要开始 请全国民众配合政府一起守护家园 中央及地方政府通力合作 坚守岗位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而台风过后 民众最关切的就是物价问题 它也只是农委会能及早应应 央广记者曾祥云 刘品熙 在台北的采访报导